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我住在這裏對面 但已經看到它的建築 其實晚上的景色很美 所以就過來這邊 公眾號有預約 很多公眾號都會告訴你怎樣預約 搶票搶到進來 首先地理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大家交通很方便 地鐵過來大概出了地鐵口 五六分鐘就上來了 整個環境夠大 容納的人數會比較多 首先過來文學館 現在還有一些學生在裏面宣傳 我覺得這裏未來會比較和大家融合一些 因為有非為有美術 大家去的地方學習的東西會比較多 是很新的 即是給其他館 因為我都去過很多博物館之類 這個館的話 技術方面都很新和很美 不過現在就要預約 但是體驗感是挺好的 但是慢慢的內容再豐富一下的話 就很多人上來了 這裏特別大印象 其實它是有講粵語的一個文學的內容 跟著還有一個魯信的館 因為魯信它在滋養是一段時間的 在廣州有一段時間 就會反而有個魯信文學館 就比較豐富一些 包括他做了些什麼 還有許廣平的一個家人的感情史 因為我們第一層看的話 是西方的那個藝術展 然後在西方藝術展之後 我們就到了三四樓去看我們本身 另外的藝術展的話 它其實國畫的還有就是從歷史的一些 是比較多一點的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整體感受還是挺好的 第一是專門來看意大利展 第二的話也想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人 因為星館嘛第一天開馬 我最喜歡那個數字館 對它比較喜歡那個數字館 對小朋友的話 他對於數字展的那塊 動態的一些視覺性 他們會比較喜歡 像我可能就喜歡看一下畫 通過這個APP 我平時都有關心這個荔灣公布 月秀公布那些APP 在28號預約 我們比較感興趣的那個飛繪館 飛繪館有些廣獸、潮獸、佛山的舞獅 我就比較感興趣 我就久不久都有去香港看展、看館 我覺得在展覽的時候 那些玻璃鏡 那些什麼 就外面的館的設計 就比內地好一點 只要是那個玻璃反光 玻璃反光就會影響了那個視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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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